接下来我们勾一下火链鸟的脚的部分 我们首先跟着屏幕上方的图解 把第一圈到第七圈全部勾好 勾好之后呢是这样一个样子 那么勾到第七圈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需要给它捏扁对折来勾 和翅膀部分的勾法呢非常的接近 这样给它捏扁 对折勾出五个短针来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这样前后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第二个短针 第三个短针 第四个短针 第五个短针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角就完成了 把线勾住拉过来 留一个长线尾 直接剪断 这个角呢需要勾出两个来 勾好这两个角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腿和脚连接在一起 我们来看一下这缝合的过程 我们先把线从这个地方穿到上面的第一圈和第二圈之间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把腿这样对应着缝合起来 缝在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缝合过程 固定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两个全部这样给它缝好就可以了 这样连接在一起 那么连接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 活力鸟的这个头和身体缝合在一起 大家看一下缝合过程 直接这样对应起来缝合就可以了 我们也看这个方式大概解释了 我们绝对我们的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有用的 只能发布人和脚迹 然后就是中光地消费 有一点重量的 到这种光地感动 我们转发做通过 对我们的转发 我们来 instrumental 在什么边 转发 我们下内柱 我们下官方的包机 我们下官方的报道 接下来呢我们把嘴巴缝在这个头上面 嘴巴里面呢放入少量皮皮棉填充一下 那么这个嘴巴的缝合位置大家看一下 从头顶开始向下数 我们就给它缝在第14圈靠下的位置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缝一下 固定在这个位置就成 等会儿 回 Roll 请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 嘴巴缝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在嘴巴上面一行的位置 安装上两个眼睛 两个眼睛之间隔开6到7帧 安装另外一个 两个眼睛保持对称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缝一下这个翅膀的部分 这个翅膀部分呢 我们也是预留了一段线尾 直接把这个线尾穿起来 大家看一下 一般的我们这样来缝就可以了 这个长一点的羽毛呢 我们通常会放在上面 不过这个翅膀在缝的时候呢 大家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决定这个翅膀 缝得靠前一点 还是靠后一点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缝合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缝合过程 把两个翅膀对称的这样缝合起来 好 谢谢这温柄 然后先来啊 我们要对了 我来以后 到此就不要说 我们没可以拍摄 这个面对 咱俩可以拍摄 这不是我 我拍摄了 我拍摄了 我们你们在这边 是说 那是 在这边 这样的手上 手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捏扁来缝就行了 一般呢我们给它缝在这个第二圈靠后的位置就可以了 两条腿这样给它并排着缝合起来 缝好之后它是这样一个样子 大家跟着我来缝一下 先把这个地方固定一下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线穿到前面这个地方 把前面这个地方呢也稍微固定一下 穿过来 把前面这个地方穿上一刀两针 这样给它固定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继续缝另外一条腿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 先把这两条腿呢全部缝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把两条腿全部缝好之后 我们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只可爱的小火力鸟就完成了 好了,今天我们这期教程到这儿就要结束了 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是娟恩姐 我们下期教程,再见